Gocifua的姿勢 哇 漂亮 漂亮 他就是名廚 Mberto Bumbano 平日假都不放的他 最近就抽了一個星期帶我們回他的家鄉 意大利的北部 身為白松露世界大使 每次在白松露產季 來到產地阿爾巴 他一定會跟蟲露獵人去找蟲露 了解那年蟲露的質素和產量 今次也不例外 我們早上7點在市中心的酒店出發 經過40分鐘車程 我們在Mont Quiero 我們去找蟲露獵人 他去捕捕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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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我們可以找蟲露獵人 這位68歲的蟲露獵人大有來頭 54年的尋找蟲露生涯裡 一共四次找到品質最好 最大的年度蟲露王 一來到莊園 Lola就興奮地衝入樹林裡工作 左掘掘 右掘掘 不用半小時 就找到第一顆蟲露了 不過體型有點小 對呀 對呀 因為蟲露有慣性 每年都在同一棵樹下生長 所以蟲露一出土 Ezio就立即把孔收好 以免洩露行蹤 憑Ezio的記憶和Lola靈敏的嗅覺 兩個小時內 就找到三顆蟲露了 收穫這麼豐富 Ezio提議要和Bombana拍一張冠軍合照 之後他就等候買手 來收購八條路